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湖社乌在台湾大概是2万吨以上 我刚才讲讲不准 因为事过今天就很难查 新的钢铁想就是关厂了 所以一些账户卖给谁也搞不清楚 所以不晓得多少 第一个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住在那边 住多久总共吃多少剂量 这是第一个嘛 那吃多少剂量才知道说 它产生多少健康影响 那健康影响跟它的剂量中间有没有相关 说我们要至少做三件工作 那肤色对细胞的伤害是很明显 可是它的症状不会一下子表现出来 以及日本的研究呢 最快的癌症要三到五年才会发生 血癌等等 假装腺癌大概要七八年 乳癌 慧癌 假装大肠癌等等 可能要十几年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不是说急诊 看一看就好了 它可能会花满上的时间 那我们当然也要做他们的计量测评 到教室里面去测评 那么所以这个是刚刚已经讲过 大概一百八十七栋两千多户 十二所学校 那免平均只是在这个二十到一百个好戏 我尽量高高低低 那这个是台北市的辐射地图 台北市的 那大的点是那个建筑比较大 小的点是可能只有独立的 独栋的房子 那所以从新庄这个从民生别墅 龙江的民生别墅到处都有 轮请发现之后呢 二十年后呢 这个国际的放射医学会的这些专家们 就开始在讨论说 哦 这有危险 有危险 用要小心 不能说就无所为的用 那么这个 所以后来就成立一个 截至目前还是在印作 而且是唯一的最可靠的 国际辅社防护协会 来制定说 暴露多少是可以被接受 是比较没有影响的 那这个 那 国际上对于 一个放射线物质 它本身的影响 其中一个问说 它会不会产生癌症吗 有些个案报告当然是啊 那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是在里昂 IR星 它是最前卫的一个 所以我们在讲说 收入金到底是怎样啊 如果它是致癌物 像电子波是不是致癌物 叫RARC来制定 那RARC在 1981年一直到1994年 针对不同的优利物色 已经都很清楚 讲它是第一类1A的致癌物 所以优利物色是致癌物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句话 优利物色是致癌物 好 那 可是一般人也会得到癌症 那并不是所有的癌症 都是因为优利物色产生的 所以优利物色是让一般的癌症 发生的机会往上增加 本来如果都没有优利物色的话 人也会有其他的原因 化学物质的致癌 那优利物色数量越多的话 曝露越多的话 他得癌的机会就增高 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线性关系 那日本的研究发现呢 这是一个很精简的一个表 说会造成很高致癌的 包括几个恶性种 白血病、脚症腺癌、乳癌、胃癌、结伤癌、卵巢癌、卵巢癌、突发性骨髓癌 我们癌症很多种大概有上百种 不过 尤里辐射以日本的研究发现 是这一类的癌症跟辐射的相关 比较接近 那ICRP也认为呢 剂量越高的话 他得到辐射引起了癌症风险越高 而且接近直线 当然有人讲说在不同期下 有可能不是那么直线 不过目前医学界国际辐射黄物学会在认定上呢 还是认为一样 就是辐射要越高他得到癌症 引起了癌症风险 机会越高 那国际辐射黄物学会这个标准呢 并不是只有学界或是讲一讲呢 是世界各国通用 它这个是欧盟啦 美国啦等等啦 都是用这个 包括国际原则冷准书 联合国的国际原则冷准书 也是用这个标准 所以它应该是 假如不是真理 也是非常接近真理 就是可以依据的 那我们国内呢 当然多多少少必须参考一下 不然我们自己创造嘛 对不对 那所以那个 我们国内的原则冷准书会 从这个 那对不起 我先讲 ICRP从1928年到现在呢 90年一段时间 它就会修改新的安全标准 为什么呢 当有很重大的科学 政绩出现的时候 它就修改 那1985年左右呢 日本原报的研究呢 是要越来越具体 越清楚的时候呢 1990年国际辐射黄物学会 就界定新的标准 这是叫做ICRP60号 那到现在呢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程碑 那么ICRP26号在197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开始 用 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977年这个国际辐射黄物学会 26号颁布的时候呢 我们 毕国了 贵国了 经过14年之后 我们才引用 所以 国际上的标准 像我们现在讲说 瘦肉精多少啊 等等啊 我们什么都引进呢 我们 到1992年湖射黄物学会发现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用新的1990年的 ISIA第60号呢 或是用旧的呢 如果先进的人说那我 比较保护老百姓的话 就是我就用新的嘛 对不对 因为其他美国英国都在用啊 我们因为呢 1991年年底才好不容易 我这个官员累了要死 把他修过了之后 第二年就发生问题 就在考验我原来修过了 到底准不准啊 所以 当然不会用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用呢 我们到2003年 13年之后 我们才用人家老的 当然这个到现在还是有效 所以这个在使用参考国际标基准 在进入我国内法规的时候 这是一个一个 我这个做公共卫生人 是一个问题啊 我太慢了 太慢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等一下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个说明 所以我们总统颁布 2002年的一页 颁布 所以 那那个时候就界定说 我们要用1990年的ICRB 60号来做 那么这个里面有讲到说 一般人 这个跟我们现在在听湖岛的 皇户圈多大都有关系 那么一般人呢 最好是让他在一个豪西佛 以下的股色葡萄基凉 那日本湖岛20公里内 一估计是在20到100个豪西佛 在紧急的状况之下 没办法 人家里火灾 或是水灾 没办法 所有的就像原来那么好 不过至少要弄到20到100 但是呢 那明年 明年 当地就要想办法提供老百姓 回到一个豪西佛 一年的黄色基凉 这是国际湖岛 会推荐给大家的应用 日本也当然是用这一套 所以他们现在要花很多精神去做清楚 就是基本上基于这个道理 那我们呢 我们真的是有点可惜 90年60号呢 出现我们没有用 我们到2002年才用这个 那么才用旧的 1992年发生的时候呢 在台湾就继续用旧的方法 1994年 岩子冷卉颁颁布一个 荒色性污染建筑物世界 的缓缓处理办法 就用旧的 就是1977年按照人家的办法